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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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 大家好 我叫金金兰 我的名字不重要 你只有记得金某人就是了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那个是我所喜欢的 我能把村长的神的话传出去 给大家这是我的成功 若我就是加上我自己的 个人的态度 个人的这样的意见 这不算成功的 所以我尽量神的话语 所说出来的 这种圆轮的帮助 或者其他的帮助来 跟大家分享 这个神的话语 不是我自己的话语 我尽量要朝神的旨意的 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一次的节目呢 题目是圣灵的国者 上次我们提到圣灵的恩赐 现在圣灵的国者 恩赐你们记得吗 都是用的是负数多数的 这个国者呢 每一次提到圣灵的国者 都是淡数 这个很特别 首先我们大概看 格林多前书 十二章三十一节 你们都知道 十三章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都是爱章 都是说 知道就是提到爱的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我说 圣灵的恩赐 对不起 国者有关系的 就是国者提到国者的 之前格林多前书 十二章三十一节 怎么说呢 我们看 你们要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 指示你们 我以前还没学西拉文的时候 我只有学了一点点 然后没有注意到 那个圣灵圣经的时候 我自己这样 有错误的诫实 我说错误的诫实 是什么呢 你们要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认为这里 那更大的恩赐 下面我现今把 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这里最妙的道 我认为也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注意看 西拉文圣经的时候 发现 那个更大的恩赐 而且你们要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 这里更大的恩赐呢 在西拉文里面 不是单书 是负书 我说 那个保罗提到 那个圣灵的恩赐呢 他常常提到 那个负书的 多书 这里呢 那更大的恩赐呢 你比较明白的 那些更大的恩赐 这是负书的了 你们要切切地求 那更大的恩赐 这个是负书 可是后面的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 这是单书 这个最妙的道呢 就是十三章 开始那个谈到那个爱嘛 我可以说 那个爱的内容 都是谈到说明 圣灵的果子的 就是那个最妙的道呢 我可以分是圣灵的果子 那呢 那些更大的恩赐呢 有些恩赐当中的 有大的有小的 保罗号 应该是这样分的 对的了 所以哥林多签书 十二章 三四章 你要分得很清楚 前面的那些 我还是讲那些 因为负书嘛 那些更大的恩赐呢 这些是恩赐 按照这一条 我们切切地求 那些更大的恩赐 没问题 你有恩赐 谁要给你 就是接受吧 然后恩赐来 事奉别人 根本没问题 可是你太过分的 羡慕 基督 别人的恩赐 看不起别人 没有恩赐的人 这个才是问题了 最妙的道 当然这里的道是 但书 这个就是下面 十三章 开始说明的那个爱 我按照我的理解 是圣灵的果子 那我们平常说 圣灵的果子 我们会提到 那个扎拉台书 第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一下 扎拉台书 第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幸食 这样开始提到 这个项目 很多人看法是这样 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有多少个呢 忍耐是第一个 喜乐是第一个 和平是第三个 这样这样 我对这样的结识 我有意见 这里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 中文杂上那个 说结的 说结的 其实在希腊文圣经里面 没有出现的 我直接可以翻译说 圣灵的果子 这里的果子是淡数 不想恩慈 恩慈是常常是负数 可是果子呢 是淡数 圣灵的果子 是忍耐 这个忍耐 我们希腊文是 阿嘎比 阿嘎比 圣线里面 阿嘎比 现代希腊没有这样翻译的 阿嘎比 名词的 爱的意思 和本翻译人爱 可是这个是阿嘎比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 爱 爱是淡数 果子也是淡数 我相信 这里第五章 二十二节 一直到二十三节吧 然后呢 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 十二节 二十一节 虽然那边没有提到 圣灵的果子 是那边也提到 那个圣灵的果子 罗马书十二章 第九节 到二十一节 然后呢 当然格林的签书 十三章 一到十三节 那个爱 那边也是阿嘎比 也是 圣灵的果子 三个地方 我们可以对照之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项目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我首先 我们还要看那个果子 这个出现在哪里 常常是淡数的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 但现今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这里就有成圣的果子嘛 成圣的果子 或者到那个圣节的果子 这里成圣的那个圣是名词 到圣节的果子 这里果子是淡数 这个呢 那绝集就是永生 你要到永生 一定要结这个果子 这是一定要的 这个不是选择性的 好吗 这是一定要结的 然后以佛所书 这里也是淡数 果子是淡数 然后呢 以佛所书第五章第九节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益成实 这里提到良善 或者公益成实 可以 我们可以说 这个也是保罗 同一个保罗 提到那个圣灵的果子 它有的是长好多项目 有的是及格而令 这里是光明的果子 所结的是中文再进去的 翻译的人再进去的 没有什么问题 光明的果子 这里的果子也是淡数 这个圣灵的果子 不可能是黑暗的事情 这个确定是光明的 这是圣节的 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 这个是光明的 以佛所书第五章第九节 还有菲利比书第一章十一节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这里国子也是淡数 这里是仁义的果子 平常河本翻译这个 地球心里好像是公义比较多 公义的果子 称义的那个义 公义或者义的果子 你看这个果子 这里是淡数是生结的 是光明的 还是公义的 就根本不生结的 黑暗的 没有公义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些都是果子 这个单数的果子 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 他也提到那个果子 那个果子是非常的特别 我很喜欢这样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这里很有意思啊 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嘴巴的果子 如果你要的 这里的果子当然是单数 这里呢 献给神 献给神的什么呢 颂赞 颂赞为祭献给神的 我们如果知道 那个九月时代的崇拜 他们要崇拜神 拜神 他们一定要献祭物的 花钱的事情啊 你不能单单打开嘴巴 神来谢谢你 这个也可以是可以 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崇拜 他们需要献祭物的 可是这里西伯来书已经提到说 这里绝唇的果子 你单单打开 就是赞美主 从心而来的这样的赞美 这样的送赞 神会把它当作祭物 感谢主啊 神大概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内容在 昨月已经有的 所以这个果子呢 就是能荣耀贵给主的 送赞神的这样的果子 有圣灵的果子的人 有没有不荣耀贵给神的呢 不可能想象这样的事情 若有圣灵的果子呢 他一定会追求神的荣耀 一定会送赞神 不是荣耀贵给自己 这些都是用跟果子有关系的了 我对照 我现在要做的呢 《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的内容 那个比较长 然后《扎拉台书》第5章 22、23节 一般人都说 圣灵的果子在哪里呢 在《扎拉台书》第5章 22、23节 那个部分 还有《格林多签书》13章 第4到第7节 那个是爱 我们说那个爱章很出名的 爱是什么 那个三个这个经文 对比一下 然后看看 每个圣灵的果子内容是什么 我是这样看圣经的 圣灵的果子 若你单在一句话来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因为果子是单数嘛 我比较喜欢说 爱 其他人是阿伽比 爱 为什么呢 这里《扎拉台书》第5章22节 刚才我们所看的 圣灵所解的果子 这个是何本的翻译 就是仁爱 人爱是几个项目当中 第一个按照何本 可是我说 这里的人爱是阿伽比 一样的 爱 《格林多签书》13章 第4节的爱是 那个爱是阿伽比 完全一样的希腊 所以按照那个翻译呢 《扎拉台书》第5章22节 我说 圣灵的果子就是什么 爱 然后其他希腊开始 希腊和平 忍耐这些呢 我认为说明爱到底是什么 好像《格林多签书》13章 爱是什么 这样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 至少我们分析 《格林多签书》13章的内容 特别第4节到第7节 《扎拉台书》第5章22节23节的内容 那个每个单词啊 两个合起来 可以理解每一个项目的内容 加上《罗马书》12章 第9节21节也有说明 那边是 《格林多签书》这样说的 爱人不可虚假 这是《格林多签书》的翻译 可是我知道这个希腊文呢 这个不是一个 一个full sentence 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 来自一个偏语而已 一个phrase 英文来说phrase而已 以agabe anippocritus 这个是希腊文的发言 是什么意思呢 agabe也是一样的爱 这里的爱是什么呢 不是加玛卫山的爱 就不是虚假的爱 这里不能发言说 爱人不可虚假 这个是中文有一点解释性的发言 不合适的 这里也说 那个不虚假的爱是什么呢 开始说明 所以三个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 扎拉台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格林多签书》十三章第四节 三个都是爱 爱爱 特别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 加上那个不虚假的爱 真正的爱 虚假是扎马卫山 另外一地方翻译是这样的 不扎马卫山的爱 真正的爱是什么 我相信这个爱 这个单词来可以说明 可以回答 圣灵的国字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选一个单词 我可以说马上说爱 我们都知道耶稣 腔调 你要整个诸位圣经的 大康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 爱 爱神 爱人 加上爱人 这个是爱 这样看着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圣灵的国字就是爱 那其他内容都是说明 爱到底是什么事 那你单单说爱 很多人会误会它 所以你还需要说明 爱是什么 所以最要注意的呢 加大台书第五章二十三 这何本要注意 圣灵所觉得国字就是人爱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翻译 圣灵的国字就是爱 爱是什么呢 喜乐什么 这样开始说明它的 那么我们就是比照一下 对照这些 在加大台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爱 中文的和本 仁爱 之后呢 一个是两善 两善 这个呢 当然我要现在对照之后 我要解释 两善是什么呢 加大台书太简单了 单单一个名词 有些人可能会误会 所以我要看 哥林多签书十三章 还有罗马书十二章 我怎么理解两善呢 两善是有的时候好像是软弱的 自己没有什么意见的 很容易被人家欺负的这样的人 我看到那个哲书不是这样的 哥林多签书十三章 第六节怎么说 我相信有两善的哲书是很好的两善的哲书 哥林多签书十三章 对不起 十三章第六节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正义 这就是两善 两善的人是什么人呢 你喜欢正义 你不喜欢不义 这是两善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解释非常好 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也有提到这个 对不起 恶要焉恶 焉恶 善要清津 你要那个恶 恶的事情你不要愿意 你要愿意它 可是善了你要清津 这就是两善的意思 两善的人不喜欢恶 两善的人希望什么真理 这个是很好的解释 然后接下来 《扎拉台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那边 恩慈 这个恩慈呢 这个希腊文是有一点特别的 在《格林多签书》十三章 第四节也有一样的恩慈有出现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然后第五节说 不错自己的益处 这个第四节 第五节 刚才看的《格林多签书》十三章 第四节 第五节的内容呢 我相信就说明恩慈这个单词了 我再对一下 《格林多签书》十三章 第四节 第五节 又有恩慈 一样的单词了 然后爱是不嫉妒 不嫉妒 这就是恩慈 不要嫉妒 然后呢 不错自己的益处 这么好 我们习惯 我们就是自然 出生就自然 很容易追求 求自己的益处 非常自然的现象 可是爱 你解了圣灵的果子 结果呢 你不会再求你自己的益处 你尽量求别人的益处 这不得了 这就是证明他有解果子的 解圣灵的果子 然后呢 《格林多签书》十二章 第十节怎么说呢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你看 这个也是说明恩慈 让十三节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 要一味的款待 这些十节十三节 我相信也说明 这个恩慈的事情 那继续下去 那个《扎拉台书》 第五章里面怎么说 信实 这个我们已经 之前说明过的信心 信实 你看 这里发现不是信心 那是信实 Business一样的 这里生灵的果子 爱 它说明爱 其中一个是信实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格林多签书》十三章 第五节怎么说呢 不做害羞的事 我这一句话来理解信实 我们平常信心 信心好大 就是单单看到信心吧 可是这里发你的信 是已经不错的了 而且信实 你怎么理解它 按照《格林多签书》 十三章第五节 不做害羞的事 然后《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解释 按照《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它怎么理解这个信实呢 因情不可懒惰 也不可懒惰 这懒惰 懒惰就是不信实的意思 这很有意思 我等一下说明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这就是信实的解释 同一个保证 如果我们看 耶稣的避遇当中一个避遇 他有仆人 他有一个主人 要到很软的地方 然后回来 回来之前 离开之前 拜托这个三个仆人 来管理他的财产吧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看吧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 好了 二十一节 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一节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其中一个仆人 按照中文圣经 主人给他五千个银子 西方圣经是五个Talent 没有什么问题 五个变成五千个银子 主人对他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这里提到良善和忠心 忠心 信实一个字 这里当然是形容词 信实 是忠心 信实 然后我刚才要解释说 信实是不可忍惰 我怎么知道 第三个仆人 他拿了一千个银子 就是一个Talent 他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 《五章》二十六节 主人怎么说呢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剧练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对比的 前面的是又什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这里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所以这个恶是良善的犯罪 我们都知道 可是这忠心的犯罪 这里是懒的懒惰的 懒惰的人不是忠心 不信实 最好千万不要跟懒惰的人 做朋友的好吗 真正也是警告 懒惰是犯罪 懒惰是罪 有些人认为是 懒惰没有什么罪 可是我告诉你 圣经说得非常清楚 神的话语说得非常清楚 懒惰是恶的事情 懒惰是罪 很多人不知道 不明白这个真理 这里 不可懒惰 这就是信实的这事 很想继续讲个诗 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个 在扎拉台书第五章 二三节那边 喜乐 喜乐比较容易解释的 我们先看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怎么说呢 在自妄中要喜乐 喜乐需要什么呢 盼望 需要自妄 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环境 不一定会提供你喜乐的 可是这个圣灵的果子 其中一个是喜乐 爱里面有喜乐 喜乐甚至在 在欢难当中 你有那个盼望 神会救你的 神会帮助你的 这样的 这样的职望的话 可以喜乐的 所以这个喜乐呢 跟盼望 跟职望有关系的了 然后呢 个人的签书 十三章第七节 怎么说呢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这里提到盼望 所以喜乐是跟盼望有关系的 没有盼望的人 没有喜乐 盼望是什么呢 我对神 我对神 把我的盼望 把我的那个 把我要的 放在在神那边 我就是依靠祂的 不是依靠我自己 我自己来处理 所以在我身上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以凡是包容 都意思 这样的意思 凡是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可以依靠神的意思 环境不会影响我 那意思 对神的盼望影响我 这个就是喜乐 喜乐跟盼望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样 一起来看 不同的经文 可是都提到这个爱 就是圣灵的国子 我们可以得到帮助的 然后呢 扎拉塔书说 忍耐 忍耐比较容易解释 哥林多圈书十三章第四节 恒就忍耐 忍耐就忍耐 然后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忍耐的人 你一定需要祷告 因为忍耐 这是很难做的功课 这个需要 甚至在患难中 你要恒切地祷告 这个比较容易解释 我们接下来 在扎拉塔书第五章里面 说温柔 这个温柔呢 没有什么力气的 人家大念 你就是这样接受了 哈哈嘻嘻啦 不是这样的 不是被动的 我觉得这个温柔的 是非常主动的事情 在哥林多圈书十三章第五节 怎么说呢 不轻易发怒 我用这个来说明温柔 温柔是什么呢 不轻易发怒 容易发怒的人 不是温柔的人 也就是人家攻击你 人家批评你 还是不轻易发怒 就是温柔的人 你不管外面的人 怎么攻击你 还是可以承担 可以解锁 这个是温柔的人 然后呢 罗马十二章十四节 怎么说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要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你看 人家逼迫你 还是祝福他 这是了不起的温柔啊 我们这样可以理解温柔 然后和平 加拉台是和平 这个我 这个 哥林多圈说十三章 是第四节的 爱是什么 不自夸 不战狂 不战狂 这个来 我这是和平 理解和平 为什么呢 骄傲的人 跟人家和平 不行 不容易和好的 这是谦卑的人 不自夸的人 不战狂的人 比较容易和平的了 我觉得两个有关系的了 所以罗马说 十二章书节是一样的了 为喜乐的人 要同喜乐 为爱哭的人 要同哭 十六节 要彼此 彼此同心等等 不要自高 不要高大自己 不要自欺高大等等 这些都是谦卑的 谦卑的人才有和平的了 骄傲的人 很难跟人和好的了 没有办法和睦的 这个信息 我觉得非常不错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 第十五 十六节 十八节 来理解 这个和平 我觉得很合适的 最后呢 这个节制 在扎拉台书 节制 节制是什么呢 当然有些人说 哎呀 这很辛苦了 我还是要忍耐 跟忍耐有一点有关系 可是我相信 哥林多签说十三章 第五节有节制 第一个是 哥林多签说十三章 第五节 不计算人的恶 人害我 还是我不算账 我不计账 这就是节制了 我不要报仇 这就是节制了 这个节制的 这个恩赐 那个国子呢 我觉得不得了 然后罗马书十二章 十七节 十九节 二十节 二十一节 也有说明 不要以恶报恶 终于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不要自己深渊 宁客 让不听凭主怒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就是你自己不要报仇 你召给神 神会帮你深渊的 这个深渊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情 那最后二十一节 怎么说呢 你不可为恶所圣 凡要以善生恶 这就是节制的内容 我这样看的话 节制是什么 你自己补迹章 人家害你 还是补迹章 不酸章 这包扯的事情 深远的事情 找给神 今天很多人喜欢 这个圣灵的恩赐 不错 你可以追求圣灵的恩赐 可是我们一定要 强调圣灵的国子 圣灵的国子呢 更重要 这些国子是化世间的 不是一下 就是有礼物一样的 恩赐一样的 不是一下有的 你要 你自己要争取这个国子的了 爱是 就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就是 称义的人 一定要争取的 你要天天 要学习 你要天天 要接国子的 这是我们要花时间 花努力要做的 希望我们就是 接这样的国子 圣灵的国子就是爱 爱有这么多的内容 希望神祝福我们大家 在这样的圣灵的国子 好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